有计划的人 年轻的中国电信创业者们 在美国学习开办自己的公司 无机船则在中国 让自己跻身最有权力 最令人生畏的官僚行列 1990年 共产党提拔无机船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但是无机船是一名电信工程师 让他在地方政府闲坐 看着全国的电话系统 在自己于80年代颁布的政策下建立起来 这让无机船很不安 他想要回到电信行业 那才是他的舞台 1993年 通过努力 无机船终于让自己重备召回北京 并被任命为他的老单位 邮电部的一把手 等到UT斯达康在加利福尼亚成立 无机船在北京已经风光无限 在1991到95年的五年规划中 政府制定了宏伟的目标 要把全国的电话容量 从1000万条线路增加到3550万条线路 然而 等到1995年底 中国的交换机容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8500万条线路 整个电话系统 政府一共投入了300亿美元 有那么多的银子在里面 不难理解那些外国电信公司的老板们 为了要讨好无机船 会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后一片广袤的处女地 无机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人们要求他开放中国的电信系统 引入竞争 扩大外国投资 但是他说服了高层领导人 电信系统是一块国有资产 必须完全由他的部门来控制 无机船是当代中国的产物 他是一名对现有体制坚信不移的爱国者 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李鹏 后者和无机船一样 也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也坚信政府需要对电话行业进行垄断 外国老板们都觉得无机船很有风度 幽默 但也完全难以捉摸 当他们和他交谈时 他会直视对方的眼睛 但面无表情 他用中国格言或反问来回答别人的问题 什么时候开放市场 你早饭还没吃 就要讨论午饭的问题 无机船会亲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办公室 面带笑容 开着玩笑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翻开会议记录时 他们会发现 无机船其实什么话也没有告诉他们 他用空洞的保证 让他们感觉良好 无机船有着一名优秀CEO 应具备的一切品质 和把所有权利都紧紧抓在手中的大部分中国官僚不同 无机船信任他的下属 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就会放手让他们去表现自己 他也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官场斗士 他从不受人以把柄 只在看上去很好的事情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无机船亲自负责他的部门 对新兴电信技术的研究 他总是在采用哪种技术的问题上 拥有最后的话语权 他的战略简单而野心勃勃 用别人的钱建立全世界最大 最好的电话系统 同时为中国创造一个全新的技术行业 他知道竞争迟早都会到来 但是他希望这种竞争能够得到非常谨慎的管理 在无机船的心目中 有一个全国性电话系统 由数家运营商组成 全部由他领导 各自专注于各自的细分市场 虽然中国的工程师和计划者们 对无机船的工技钦佩不已 但是更多的中国人痛恨邮电部 为了支持电信系统的铺设 无机船把通话费用和装机费用定得非常至高 人们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上好几个月 很多人选择多花数百美元的贿赂来提前安装电话 只有竞争才能把重心从工程技术和基础设施 转向客户满意度和财务业绩 甚至是无机船信任的下属 也开始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 迫切希望体制能向外国投资开放 但无机船窥然不动 而且它有着很强大的支持者 在国务院 他辩解说 如果由多个运营商管理与国际社会的信息联系 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官僚之战 但无机船并没有控制住全国所有的电信系统 一个新的网络开始出现 何新是曾身为五名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胡启力 他曾任政治局常委 后来由于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 反对北京实施戒严令而遭清洗 1993年 胡启力被任命为电子部部长 他制定实施了宏大的金桥工程 通过庞大的光缆和卫星系统连接全中国 其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海关关属 防止贪污腐败 并把全国的银行和中央银行连接在一起 以便更好的控制信贷 为引入全国通用的信用卡 建立信用报告体系 此外 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是为全国的党组织 建立一个封闭的网络 一旦普通电话网失效 可以启用它来实现内部通讯 组建这样一个系统 为胡启力从他所控制的研究机构和工厂之中 拼凑起来的电信设备公司带来了商机 但是 金桥工程 无法为胡启力的公司带来足够的设备订单 而无机船又命令他的采购官员 只能从邮电部下属企业那里购买设备 他完全不想帮助电子部 成为中国主要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但是 无机船对工程和设备的关注 让他忽视了消费者 他们对服务太差的抱怨 传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里 无机船反复强调 他需要时间来建立基础设施 他得到了李鹏总理的坚决支持 胡启力意识到他所领导的部门必须走另外一条路 才能让他的电信设备厂家有可靠的收入来源 这意味着建立他自己的电信系统 给他的工厂带来设备订单 否则的话 无机船只关心自己的供应商 而胡启力的工厂就只能关门大吉 为了寻求支持 胡启力转向负责他这个部门的领导人 告诉他们建立一家竞争性电话网络的重要性 在现有的由军队、铁路系统和电力部门运营的分散的网络基础上 组建一家新公司 1993年12月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即联通 联通的股东包括电力部和铁道部 以及一批由不同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杂牌军 唯一的问题就是联通一分钱也没有 由于李鹏总理和吴机船的坚决反对 政府并不准备向联通输血 联通全得靠自己了 电信大亨 联通刻意地避免招聘任何电信部门的官员进入公司工作 从好的方面看 他们是吴机船的奸细 从坏的方面看 他们会帮他实现对公司的控制 因此 联通从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招聘了大批官僚 赵维臣是联通的第一任董事长 他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荣基的老同事 在众人眼里赵维臣善于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但也是一名古怪的管理人员 地方政府官员很快就都嚷嚷着要与赵见面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管辖地内成立联通分公司 建立运营联通的电话系统 与此同时 外国电信公司的高管们也争先恐后的预约和赵的会面 这正是电信世界一直在等待的 另一家大型运营商 中国电信行业开放卖出的第一步 终于有机会通过股权方式进入中国电信行业 垄断将被打破 外国电信运营商激动的找不找北 还有大批来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华人企业家 他们闻到了赚大钱的机会 但是联通实在还算不上是一个公司 它更多的是一个横跟在部委之间尚未解决的分歧 幸运的是 赵维臣的领导太多了 实际上就等于没有领导 只要他不胡来 胡启力和邹家华副总理就总会支持他 他的股东急切地想要从电信的淘金潮中捞一笔 他们要的是赶快赚钱 倒并不在乎怎么赚 赵维臣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 联通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铁道部最后没能把自己的固化网络注入到联通公司 赵维臣决定 联通将专注于建立移动电话网络 为了做到这点 他必须从无机船手里挖一些频段出来 最后是邹副总理的一纸命令 否决了无机船的反对 赵维臣的第二个决定是 联通要想成功 就需要像一个成功公司那样做事 虽然兜里没钱 但赵维臣开始树立联通的公司形象 来吸引更多的钱 他聘请亨利基辛格担任荣誉顾问 他收集了很多自己和基辛格 前总统老布什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 Robert Dole 以及众多其他世界顶级电信公司的高管的照片 这些照片挂在公司的墙上 让其他外国公司领导更有信心和这家中国的大企业做生意 每个人都想把钱塞给赵维臣 但是他很清楚 如果联通胆敢把一家中国电信公司的股权发给外国人 吴基传立刻就会在国务院灭了自己 如何才能得到外国人的钱 同时又不必出让控制权 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不能等到外国电信公司都失去兴趣 他还告诉那些涌进北京 想要分联通一杯羹的地方政府领导 如果他们能够为当地的联通网找到投资人 他们就可以参与联通分公司的运营 很快 联通公司的老总们就变得傲慢而贪婪 支持联通的部委官僚们都给自己戴上了副总裁的头衔 外国电信公司并不知道到底谁拥有真正的权利 他们争先恐后的和任何一个能联系得上的副总裁会面 联通官僚等待着外国人来亲吻他们的脚趾 在外国经理宴请的饭桌上 联通经理们喋喋不休地讨论鲍鱼的厚度 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电信行业的无知 更不用说联通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大部分人最关心的是避免犯错误 这会威胁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生涯 赵维臣了解很多租赁和建造运营转让方案 中国曾在建立收费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上采用过这些做法 他知道加拿大贝尔正努力棒上山东省政府一起建立联通网络 赵维臣说服加拿大贝尔的管理层 帮他建立了后来被大家所知的中中外电信投资结构 中中外的架构大致如此 外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该合资公司作为中国法人 再和当地的联通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 在这种中中外合资公司的架构下 外国投资人将提供电信设备建立网络 培训联通如何运营 作为回报 外国公司将分得部分的销售收入 在20年后 联通将拥有这些网络 赵维臣认为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天才 每份合同还有一条条款说 如果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 外国投资将转换为股权 赵维臣很清楚这不可能 但是当然他也不会把这点告诉任何人 加拿大贝尔的经理们自诩这是进股权的计划 并说服了公司的董事会 1995年10月 在李鹏总理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加拿大贝尔和山东烟台市在蒙特利尔签订了中中外合资协议 联通的教父邹家华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 邹家华在签字仪式上的照片很快就在电信业传播开来 成为中国中央政府批准同意中中外架构的证明 虽然证据只有这一张照片 几乎全世界每家电信公司都争先恐后的要在中国市场分一杯进股权的羹 由于联通尚未有豪华的总部大楼 因此他们在承熙的谈判大楼中与来者会面 在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官僚们曾在这里挑动老外斗老外 每天意大利人会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 加拿大人在隔壁 澳大利亚人在对面 美国人在旁边 还有大批台湾和香港的未来的电信大亨们 散布在大楼里的每个角落 这是中国增长疯狂中的里程碑 在头一年 联通就和外国公司签订了38份议项书 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 建立了一栋手机网络 在联通草草拼凑全国手机网的同时 无机船所在的邮电部在全国各地的分布 也在迅速建立他们自己的系统 但是为了实现这点 无机船需要更多的钱 1997年10月底 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 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 融资40亿美元 比此前任何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 还要大10倍 无机船现在不仅控制着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手机网络 他还在不出让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权的前提下 从外国人手中拿到了大笔的钱 这来得正是时候 无机船的老做法 让外国政府资助自己的企业 出售电信设备到中国 或保持很高的出装费和通话费来支持国内采购 已经行不通了 消费者对收费高昂 服务低劣的抱怨 不断地传到国务院 在上市前 中国的电信扩张曾是彻底自由散漫的做法 省级政府的电信主管部门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来募集资金 建立他们自己的网络 虽然这些地方电信局在政治上是无机船的下属 但是到底谁从法律上真正控制地方的电信资产越来越不清晰 无机船通过上市明确地表明 所有的电信资产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强迫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电信局 把他们的移动电话资产注入到新的境外公司 这使得全国的电信局都意识到 他们的独立性 旨在于通过创造性的办法建立本地的电信网络 而不是拥有 就在外国投资人为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电信产业私有化 所迈出的第一步而庆贺时 无机船巧妙地强调了 他对国内快速增长的移动网络的控制 上市增强了无机船的政治力量 他在不出让控制权的同时 利用外国资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大师 这还为他在国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当无机船出国参加电信行业会议或访问外国公司时 人们带他如摇滚明星 公司为他安排私人飞机 在公共场合他的身边围满了记者 无机船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其他电信官员在一起 他喜欢招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电信公司老总 当出国访问时 他文雅和蔼低调谦让 避免很多其中 中国官员特别热衷的元首一样的接待规格 他看上去就像一名普通的中国官僚 有着精心梳理过的背头 国产的旧款西服 以及在老人中很普通的大号眼镜 但是他略带浅色的镜片 给他抹上了一丝阴险 很多外国公司高管在他背后 总是称他为说不不长 两者倒是相得一张 然而 无机船也很清楚 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正在日复一日地撕开他的帝国 连通的中中外架构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外国投资 无机船不得不策略性地认可这种做法 1995年4月 他在一次国际电信行业大会上 告诉在场的国际听众 中国正在试验某种法律架构 他能让外国投资人通过中国电话网运营得到回报 但又不至于出让系统的股权 1997年5月 国务院颁布法令 允许联通可以在现有的手机和传呼机业务之外 运营固化业务 联通在为成为合法的第二运营商的战斗中更进了一步 这项法令默认了部分中中外合资公司 已经开始建立固化系统 互联网进一步搅乱了局势 无机船听说了太多的 关于新技术带来的电话话费经营活动 比如说在沿海福州市有兄弟俩 他们从网上下载了IP电话的软件 然后在他们的小电器商店中 向当地居民提供基于互联网的常化业务 到农村去 与此同时 UT斯达康正在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技术 他找到了一种名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 即PHS 这种系统曾在日本和泰国进行测试 但是最终被否决了 个人手持电话系统 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无绳家用电话的移动技术 它的传输距离一般在几百米左右 这种设备的成本仅仅是在中国铺设的 无线电话系统成本的零头而已 UT斯达康的工程师们开始改造PHS技术 同时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铺设PHS系统 但是无机船绝不会让一种在日本被否决的老旧技术在中国上马 而外国厂家也不想减少自己在设备上的销售收入 他们支持无机船的态度 称呼PHS为日本垃圾 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吴英 有着一脸传统国画中的僧侣所特有的落腮胡子 他在中国电信圈子中已经广为人知 颇有人缘 大家都叫他大胡子 虽然年仅三十六 吴英为人成熟稳重而坚忍不拔 他是人际关系的大师 但是无机船拒绝与他会面 甚至有好几次在电信行业的大会上 当吴英试图和他握手质疑时 他都很巧妙地避开了 无机船可能不喜欢UT斯达康的技术 但是公司的价值定位却很合地方电信官员的胃口 作为UT斯达康的首席战略设计师 吴英给PHS服务重新取名为小灵通 把它定位成针对广大中国人民的便宜的移动电话服务 他看到的是一个拥有6.5亿部电话的市场 他认为最上面的20%的中国人买得起通常的手机 而最下面的30%只关注最基本的需求 正是这中间的50%人群是UT斯达康想要的 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说服了地方的电信官员 用我的系统 你三个月内就能收回投资 用真实的移动电话系统 你需要8个月乃至更长 巨变 1998年的前三个月 一切都改变了 三月份 吴基传击败了他的对手 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部长 管辖着34,000名员工 新成立的信产部 包括了老的邮电部 电子工业部 以及广播电影电视部中的很多大部门 理论上吴基传成为了这片官僚世界中的首长 苦苦挣扎中的联通 现在也在他的管控之下 他的荣耀 中国电信 已经把增长最快的移动业务剥离出来 成立了单独的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香港有限公司 改名为中国移动 他将在吴基传的细心管理下 与联通进行竞争 中国电信保留了在固化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但是被禁止进入移动市场 吴基传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位UT斯达康提供了展开进攻的舞台 吴英找到了位于杭州郊区的渔航电信部门 后者也想开展自己的生意 和很多其他的地方电信部门一样 渔航的固化线路冗于严重 在固化业务中加上小灵通技术 为他们提供便宜的类移动电话服务 这将为渔航的电话系统带来一些收入 否则电话线空着也是空着 吴英宣传说 这是一种固定电话的延伸服务 这样就可以绕过禁止中国电信 开展移动业务的禁令 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移动电话业务 而且它的资费远远低于中国移动和联通的资费 需求非常旺盛 吴英意识到 如果UT斯达康动作够快 就能让小灵通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就算是吴机船本人 也不能消灭这个能够为全国人民 带来便宜通用的电话服务的网络 这正是吴机船自己的目标 很快 全中国的中国电信部门就开始部署小灵通系统 吴英用这套系统的经济和政治定位 赢得了地方电信官员的青睐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使用小灵通 关于他的争论也越来越大 如果吴机船能在国务院投入更多的精力 他本可以让这块业务胎死腹中 小灵通的确让他很苦恼 因为这是在中国唯一一项未经他批准的电信技术 但他又真的不能对小灵通的价值定位说什么 所以每过几个月 每当有人问他对小灵通的看法 他都会说 诸如我不喜欢小灵通这样的话 UT斯达康的合同一再延期 但是吴英总是能够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重新振作起来 业务得以持续 吴英在正确的地方 正确的时间打出了正确的一击 他不断地调整球门柱 始终保持在法律允许的界限之内 吴机船在信息产业部的很多官员都痛恨小灵通 但是吴英在他的身后召集了强大的后援 边远城市的消费者成群结队地购买小灵通 吴机船降低了移动的费率 但是小灵通的价格依然要比普通手机低80% 因为它是固化的延伸 而不是移动电话 每当UT斯达康的员工 由于吴机船在公开场合屡屡贬低小灵通 而心生退役时 吴英就会和他们说 我们唯一的盟友就是消费者 我们不能丧失信心 因为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 吴机船明白 吴英是对的 因此他给了UT斯达康一定的舞台 他自己的关注点 则转移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 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失去控制 无数的创业家 在国际投资人的资助下 建立成千上万个网站 他在不断地扩散膨胀 更令人担心的是 连通采用的中中外合资方式 正在变成一颗 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如果说我再来 打算过来 后 Prime 点火 明天 感谢观看